我們終於有見面了 Yes 記得我年初的時候 我許的新年新希望 就是希望有越來越多廠商 可以找上我們 除了我們真的真的是很需要錢之外 也希望我們可以把不同的產品 或是合作的影片 都可以拍得很有灑入自己的風格 這次我們想試試看 能不能從拍拖上面約出一群人 一起去爬山 順便撿垃圾進山 不知道這麼健康的活動 在加油軟體上面 能不能成功的約到人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使用看看拍拖 Ready Go 拍拖一個功能就是他可以無限的誘惑 我們先來賓集自己的個人檔案好了 我們都還沒有投貼在上面 三個人要不要風格不一樣一點的 Outdoor陽光男 Outdoor陽光男就是我 那我就白癡就好了 那我就圍Outdoor 我們就試試看三個人用不同的風格 然後看哪一種風格 可能最多人喜歡 或是最容易配對到 然後我們也要打一下自己的自我介紹 好我打好了 欸 打好 欸他下面就是可以錄音耶 對對對 拍拖有一個功能 現在的話他不希望就是 大家都是完全只看照片來 決定你喜不喜歡這個人 可以15秒的形容自己 自我介紹 好秉均你要不要先來錄一下 那我就很直接的那種 有沒有人要跟我去爬山呢 九月十四十五 家裡餐 來吧 鋼鐵直男的 鋼鐵直男的自我介紹 直眼知球 我要試試看撩人 我哪能撩到 好啊錄了喔 嗨你好 我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男生 但我現在最好奇的 就是你 迷你 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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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都剛剛錄了一個超好笑的羽音 又放給大家的 對面的女孩 看過來了 看過來了 看 啊 哈哈哈 CALL ME PLEASE CALL ME TO THIS 好 我們現在都已經設定好 自己的大頭梯跟自我介紹 還有語音了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兩個禮拜後我們的爬山 究竟可以約到多少人吧 GO YEAH GO 媽媽 嘿 距離我們使用拍拖這個加油軟體 到今天大概經過了兩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我們在上面 總共約到了四個人 跟我們一起去爬山 今天是我們的出發日 然後我們現在即將要前往竹南車站 去接我們四個夥伴 出發 所以要見他不會緊張 應該是還好啊 是因為有爬山這個藉口 對啊 會不會直接無法 任何人對我來講的社交都是 如果沒有一件事做 都覺得有點很難 我會叫你實選嗎 這可以 我叫Carol 你叫什麼 YES YES 煩煩 煩煩 對 回收每次遇到人 都要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他在回收 要先解釋一下 來 有了這個有了 這個光 妳在一開始知道 我們要約妳爬山撿垃圾妳是什麼反應 我覺得是騙人的欸 可是因為他有附上你們的YouTube頻道 所以我點進去看 然後才覺得有這一回事 好玩 妳怎麼知道好玩 感覺蠻好玩的 妳會害怕嗎 有一點 在台頭上是誰約到妳 是秉俊 那是甚麼反應的 覺得很棒啊 很健康 那我看過這次可以多離單身 喔 所以這次是有目的性的要來 交友軟體不是就是為了認識另外一半嗎 如果以爬山來講是比較會有互動 可能會 可能是在爬山過程中 可能會抓到對方的小手手啦 或是手 都還沒有開始爬地 已經腦補了 洗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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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現在是早上五點半 我們已經收完帳篷 準備前往嘉里山登山口 GO 準備抵達登山口 再多一點我就要做 抵達 感覺一切很漂亮 That's wonderful 有驚無險 我們抵達嘉里山登山口 Check it 一隻手 兩隻手 一隻手 兩隻手 親愛的山神 感謝你在出發的時候給我們一個好天氣 希望可以保佑我們整趟登山的過程 進山的過程都可以一切順利 就讓我們以水代酒回向給大地 讓它殺掉 出發 GOGO GO 這步道的一開始一進來就是高崇的灌木 直接就到了森林裡面 家里山 3.1K 而且看起來好美喔 斜槓今年 斜槓 爬山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剛剛在森林裡現在要下街道的西邊 然後我們回來如果有時間的話 來去西裡玩一下 現在先繼續攻頂 我很常說的 我覺得登山就像是生活的縮影 即便我們知道我們的目標在前方 在山頂 可是這個過程 也沒辦法讓我們永遠的都在往上走 一定會遇到下坡跟泥草 一切都是過程 還笑得出來嗎 還笑 經過一條小溪 很冰嗎 咕嚕咕嚕的 咕嚕咕嚕的是什麼意思 這個路線因為比較不明顯 所以沿路都會有這種登山對在樹上把這種帶走 可是台灣有些路線好像 指引的路標有點太多了 太多登山隊都在做這件事情了 好像變成有一點是打卡景點 我覺得這樣也不太好 因為那畢竟是塑膠嘛 不要在森林裡留下太多了 這樣子的汙染 是要射水喔 喔哇 這個路線竟然要射水 要才好 你伸得我的手 不用怕 Yes 嘉里山小百岳海拔2200 現在在1623的位置 Let's keep it cool 你要講個感人的話 你要講個感人的話 加油 拉我的手 拉上來 2 3 我只會換一句感人的話 你可以的 這一點都不感 又一個落難了 哈哈 真有趣 腳會黏黏的嗎 不會 腳會不舒服嗎 剩你還沒掉下去喔 我猜不會咧 鞋子摸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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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會是這樣覺得咧 現在你還有資格說自己是性存者嗎 蛤 我就過給你看 快快快快快 拍行吧各位 怎麼會突然發現 我剛剛走在這邊的時候發現 就是我們查的時候沒有那麼多溯息啊 他就說要過橋而已 沒有要過那麼多溪 我們過超多溪的 我就看了一下想說 Wow Yeah OK 我們剛剛在溪邊發現我們迷路之後 我們要繼續的攻頂 只是我們可能會稍微離 原本的路線要繞一點點路 這也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你要上山的時候 必須要做好萬全的準備 跟了解一下路線 像我們在出發前 就會去下載這個山的地圖 不然到山上 這裡沒有訊號的時候 你是完全沒有地圖可以看的 今天最大的目的 除了攻頂之外 是晉山 待會跟大家聊聊看 什麼是無痕山林 我們又該如何晉山 我走錯路了 就同一波了 就同一波了 接下來這一段的路線 瘋狂的陡上 我的夥伴們都講不出話了 嗨 今晚各位 一乾一 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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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問題嗎 太神田了 這才是爬山 感受到了 非常的陡 非常非常累 加油欸 嘿 很貴重 有虎頭狗 就你啦 你知道是哪裡 你就虎頭狗 加油 走錯路的這一段 真的是 連我們常爬山都覺得很累 我們還帶這麼多新夥伴來 辛苦他們了 我們行不行 絕對沒問題 現在我們在 最後一part 大眼壁 垂直上去登頂 呼喊唱歌 結束 這眼壁有多抖 比抖應該很抖 來囉 Keep fighting 這真的需要臂力喔 欸 有了 有了 有了有了 你左腳跟兩隻手抓穩之後 右腳再上 來 我腳上 好 上去 好 右腳上去 對對對 可以可以 現在要經過最後一段 垂直的攀岩 我們就要登頂了 最後一段 就要跟拍拖認識的這群新夥伴 一起 銀向巔峰 耶 來吧 來吧 都累 登 滴答 耶 椰子 哈 很煩 耶 HIGH FIVE 耶 嘿嘿 攻擊喔 回頭 好 垃圾海 大海 謝謝 OK 好 現在我們要準備下山了 然後下山的時候我們有一個任務 我們一人拿一個垃圾袋吧 然後我們下山的時候不要有壓力 就是有看到路邊有垃圾的話就 撿起來 就是我們就幫大家撿一些垃圾下山 沒問題 OK OK 各位 下山 GOGO 回家 其實大家常聽到的五橫山林 大概可以分成七個大原則 在我登山的經驗裡面 這七個大原則 又可以細分成太多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細節 所以 我今天打算跟大家聚焦在五橫山林的垃圾這個部分 最基本的觀念就是 自己的垃圾 帶上山 就要自己帶下山 往往發現最多垃圾的地方 一定是在露營地 或者是在山上攻頂的地方 就是登山客會停下來休息的點 當我們把垃圾留在山上 就必須要有下一個人 要更辛苦的把你的垃圾帶下山 又或者他就一直待在山上 所以上山必備的物品就是垃圾帶 我們既然喜歡爬山 就要維護這個環境 追到你了 回首 你剛剛一個人在前面 你覺得多少垃圾 多少垃圾 全部都是人 你說你整個包包現在都是垃圾嗎 我看到玻璃的 再來是一些大家可能 比較容易忽略的化學物質 比如說牙膏 在山上可不可以刷牙 可以 如果你真的想要刷牙的話 你可能牙膏不要吐 不要隨便亂吐 可能是要吐在你的塑膠袋 自己把他帶下山 再來是關於上廁所 大家應該很好奇 如果我們在山上 沒有地方可以上廁所的話 我們要怎麼處理大小便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我們不要在 離水源處太近的地方 在山上的水源很重要 我們不希望我們珍貴的水資源被污染 所以要盡可能離開水源 營地或是步道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是在地上挖個15-20公分的洞 然後上完廁所 再把它掩埋回舔過去 我也分別了 真的太一定能無言了 我剛剛講的那幾點 好像都很簡單就可以遵守 但是大家要想 我們要整理我們的登山包的時候 其實每一顆電池 每一顆小小的東西 每一塊麵包 我們都會思考著 有沒有需要帶它 我們可能都要背著 十幾二十公斤 走十幾公里 必須要斤斤計較 每一分重量的 其實有時候 我們都是會有惰性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喜愛這項運動 你真的喜愛台灣的山脈 我們是必須要遵守 無痕山林 或是最基本的 把自己的垃圾帶下山 這個原則 哇 下山倒一半的過程 下了一場大雨 重心低一點的 你也撿很多耶 對啊 我才會撿 葉子會後悔嗎 小孩子才後悔 撿到太陽已經要下山了 希望可以在還有光之前 回到登山口 隨便撿撿一大包 浪漫到底都不喜歡的 可以嗎 現在時間已經快到六點了 太陽應該 在幾十分鐘就要下山了 畢竟了十二個小時 全部都在深山裡面冒險 很謝謝拍拖給我們這次的機會 也讓我們帶著一群 完全不認識的朋友 一起到深山 體驗我們的生活 體驗我們的世界 我們很開心 我有感受到他們也很開心 也是這次的機會 讓我仔細看看 山中到底有多少人會留下的垃圾 讓我們去反省 也透過這支影片 可以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如果我們真的愛台灣這片土地 請留意自己的行為 我花了十二個小時在登山 我們成功了 你哭了 歷經十二個小時好不好 十二個小時 OK 這邊是我們下山 大家一起撿的垃圾 現在我來看看 大家一共撿了多少公斤 第一代 0.6 這一代0.2 2.5 就算0.2 0.3 1.2 OK 最後我們七個人 一共撿了五公斤的垃圾下山 這次的旅行 讓我打破了對交友軟體的迷思 原來在拍拖上 能找到這麼多特別的緣分 我們決定之後每個月開團 帶一群陌生的朋友一起上山 關注灑鹿的IG 留意報名的資訊 我們山上間 每週五晚上十點 SALUTE Keep it cool 掰掰